火大厢轮会有着要提供会员吃在地 食在寂 开办家庭干部训练和自家优化的训练课堂 透过专业老师的记得 让学校团利用当地的食材 做出好吃的料理 也告诉妈妈够煮食 照着吃饭的时间 不用亲自煮食感的感情 这几年来是这样的问题 让很多家庭主婦放棄外室 算你在家里面自己煮 但不是每个人都是阿吉塞可以煮出好吃的料理 所以毁大厢轮会家庭班底比较热专业的老师 基本在地料理认识 让每个校团都可以煮出一个好菜 这个从产地到餐桌在地料理演习的课程 主要是要推广吃食在地 然后吃当季的 然后可以缩短食物里程 减少碳足迹 那透过这个课程 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妈妈能够在家里多开伙 然后鼓励亲子共餐 营造家庭的幸福感 每一种食材都有它的营养质带 透过老师的感慨 让校团都可以定属 而且爱好食材 你要吃原味 其实吃这个皮会怎么办 不会吧 因为这个马铃薯其实它最营养的地方 就是皮跟肉中间的那一层 那如果其实我们消掉已经 百分之二十的营养已经流失掉了 虽然校团都已经会好煮菜了 但是为了要合适到专业的煮菜去下 很多校团都是特别报名来参加 你怎么在煮菜 有 你为什么想要来这边学煮菜 因为古老师的料理 他很会教 会教我们一些宴客 就是家常菜可以把它当成宴客的菜 所以想要来跟古老师学做菜 是说要合古老师的菜 跟各种食言的煮法 所以再来合 会端厢农会也希望 讨个这次在地料理宴室 让家庭妈妈大家都可以定属开会 可能每个家庭都可以亲自共餐 应做幸福感 新中华新闻北明林会端 蔡宏报道